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戴萌兔 今天晚上要来和大家做一下的模型 是万代在6月9号所推出的一个全新系列 Figure Rise Labo系列的一款最新的拼装类型的手办 文奈 这个文奈感觉已经是快要被万代给玩坏了 凡是有一个什么新的拼装系列 首当其冲肯定就是这个文奈 今天这一个全新的拼装系列 依旧还是拿文奈来打了一个头阵 这个全新系列它的一个最大亮点 就是它全身上下所有的零件 都用的是多色成型技术 特别是在它肤色的地方 在它肤色零件的地方 在里层还会有一层更深颜色的肉色的零件 来还原出它肤色的这种阴影的效果 如果这样子一个技术表现得非常完好的话 可以说万代的这一个系列 会颠覆整个手办行业的吧 特别是翻到反面就可以看到当中 是有详细的解说 说根据它零件的不同的厚度 来表现出它肌肤的阴影 第一款产品的话 官方定价是在5500日元 这个定价可以说是作为一款1比6比例的手办 来说的话是相当之便宜的 但是具体它的表现效果如何的话 现在还不好说 我们赶紧来打开包装 看看里面的板件究竟是什么样的吧 这次包装的话不再像拼装系列那样 是一个盖盒 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抽盒 有点像成品系列了 这拿出这个零件之后好鬼畜 鲜血淋淋的那种感觉 可以看到它这个腿部零件的地方是采用的是 两种颜色的成型件来进行制作的 把它打开 这零件拿起来是非常的重 因为它这个零件当中好像是实心的样子 肯定是实心的 一条腿这一条腿好鬼畜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个脸部 这是它的一个底座 其实并不是全部的零件都是多色成型 它手部的零件的话就不是多色成型件 包括它的头部也并不是 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在它的身体及两条腿的地方 还有它的这个脸部的地方是用多色成型 还有眼睛的地方多色成型 有一点失望 本来还以为全身都是 这样子看来的话这个零件其实并不太多 下面的话还有一本这个宣传手册 以及一本它的拼装说明书 拼装的过程的话可以说是极其简单 零件的话是非常之少的 好吧那废话不多 赶紧进入拼装的过程吧 大家还有 continues to know 对 står说明说这种花源 Works比较�的只有你 这是自是集片那座 放欢迎的 对照 Match 跟同 Kencan 再配合 淡远 在下免 发送 逦 violate Shawn AT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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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全部都拼装完成之后 首先小伙伴们第一个担心的事情 就是在它的成型件上的水口问题 因为之前也有很多的小伙伴戏称 说这一款文奈叫水口文奈 因为身上的水口非常之多 那么在刚才的拼装过程当中 估计小伙伴们也已经都注意到了 在它的两条腿的成型件的零件上 水口真的是非常的多 特别是在边上的地方 水口可以说是丧心病狂来形容 特别是除了水口之外 还会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合模线 那么萌兔在制作的时候 已经将合模线全部都打磨掉了 所以说合模线的话 是基本上是看不太到了 但是它的水口的话 还是非常明显的会残留在这个地方 有一些些的发白 即使制作的已经非常小心了 但是还会有一定的发白存在在这里 另外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因为这两条腿 它是多色层型分两次进行住宿的 所以说在第一次住宿完之后 它会在进行第二次住宿的时候 会留下一定的水口味 这水口味的话是有一定的缺肉的 这缺肉的话是靠打磨是磨不掉的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难看的地方 就是它的小腿内侧 是有两个红色的水口味的 这两个水口味的话 其实在组装完成之后 也是会留下来的 官方也是为了隐藏水口味 而让这个角色的动作 是两条腿并在一起的 将两个红色水口味的地方 藏在了并在一起的地方 所以说对观赏的影响度的话 并不是非常之大 那么这两个多色成型剑 在它的水口味 以及合摸线的地方 做出了如此大的牺牲 那么它的表现效果 到底有没有到达官方的预期的话 萌兔看起来的表现 还是比较不错的 像它的腿部内侧的褶皱处的地方 是有一定的红色的阴影 以及它腿部的屁股的地方 还有它腰部的这些地方 都会做出这种隐隐约约的 这种红色的阴影在里面 这的话其实对轮廓的刻画 还是比较不错的 立体感还是很强的 因为它这个红颜色 是从内部透出的 所以说整体的剑变过度 也是非常到位 并且每一款产品 它不存在个体差 也就是说它每一款产品 它阴影的过度 都是在相同的位置 并且相同的表现 所以说不会存在 像一般型手办那种中奖的情况 但是这种多色成型剑的效果 虽然说不错 但是这一种多色成型剑 并没有遍布全身 所以说在它的这种服装 以及它的这种头发的 特别是它头发的地方 还有它两条手臂的地方 都没有采用到多色成型技术 所以说在这些部分的地方 它的表现是非常的平庸平淡的 不会有任何的阴影表现 以及这种轮廓的立体的这种刻画 看上去的就是一大块 这种成型剑的这种感觉 特别是在它头发的这种地方 它这种拼接缝的地方 是相当之明显的 整个拼装的感觉 完成后的效果 就和之前那个万代的胸像系列 是基本一致的 然后再来看一看一个手办的灵魂 这个面相表现如何 这个面相的话 脸部同样也是使用到了多色成型 和之前的胸像系列不同 这次在它的脸颊处的地方 也是在下面有红颜色的分色 多色成型 所以说在它脸颊处的红韵处 腮红的地方 也是会隐隐透出一丝淡淡的粉红色 所以说整体这个面相的话 还算是可以令人满意的 它的眼瞼处 以及它的当中瞳孔的所有的地方 都是不需要用到贴纸的 完全都是多色的成型件 只要这样拼装起来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 就是在它这种服饰的材质表现上 也是和它身体肉色的地方 采取了不一样的这种硬度的材料 以及在它这种服装处的表现 是具有非常高的那种反光性的 这种材质的话 有一点像阿西辛安州的那种 高光材质的那种表现 这种高光的表现的话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 还原出这种紧身皮衣的效果 还有这种紧身皮裤 这种裤子的效果 褶褶的这种细节制作的话 也还是比较不错的 只是没有阴影而已 那么说了这么多 今天这款产品 萌兔觉得如果把它当做一款 普通的拼装模型来看的话 可以说是相当之完美的 因为全身上下用不到一张贴纸 一张水贴或者是转印贴 任何的东西也不需要补色 所有的地方都是完美分件 这种完美分件的产品 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模型玩家 所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要用审视手办的目光 来审视这款产品的话 那这款产品简直就是渣渣 除了1比6的大小 以及它身上和两条腿是实性零件 而导致它的分量非常接近于一款手办之外 它其他地方的话 完全不可以说它是手办 完全就是万代那一个胸向系列的 放大版来理解就可以了 另外在这个系列的产品定位上 萌兔觉得也是比较的尴尬 因为在它身上肉色的地方 采用的这种多色零件 来表现出高光阴影的话 可以说是为了考虑到宿主玩家的把玩体验 但是同时的话 又在它的头发 以及服侍它手臂的地方 没有采用到这种多色成型的技术 这样子的话 就让宿主的表现又非常的糟糕 那么一样涂装了 那为什么还要在腿部以及肚子上的地方 要用到多色成型的全部都涂装 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这个定位的话是非常的奇怪 然后再根据第一款产品的形式来看的话 在多色成型件只用在了肉色零件上 这样子的话可不可以猜测 这个系列的话只会推出泳装类的产品 因为如果你没有大面积的这种肌肤露出的话 它其实这个多色成型件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武之处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今天这个是第一款作品 所以说万代是把它当做是一个试水的产品 所以说只在小部分用到了这种多色成型的技术 将来的话可能会将这个多色成型 用到这个全身的零件上去 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这个系列之后的产品 还是像第一弹这样作品一样的完成度 以及同样5500日元这样的一个定价的话 萌兔觉得这个系列应该不会走太远 因为它的性价比实在不太高吧 好的那就是这样 喜欢视频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赞投币收藏以及分享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